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上大约7点半 西安市中心南部高新区 嘉天国际大厦地下一间小食铺 怀疑游戏爆炸 事发时正值上班上学人流高峰 加上附近有一间小学 现场很多学童都必经的努断 导致多人死伤 大多数都被玻璃碎片割伤 这一个小孩上学的小孩 过马路了嘛 那两天都是血 要七八个吧 还有交紧的车 拉的人都去到医院去了 由于伤者众多 当局将他们送到市内多间医院抢救 实施分流 部分人伤势严重 现在的急诊科里面都正抢救着呢 他们的伤势怎么样 挺严重的 送到我们医院来的是有14个患者 然后就是现在有3名死亡 其他在抢救当中 有一些重病人我们送到SU了 当局初步说爆炸是店内石油器官洩漏引起 事后危机仍然未解除 因为大厦天然气管到爆炸之后受损 洩漏气体 需要疏散大厦的居民 陕西省省长发出批示 除了加紧救治 亦都趁冬天 全市检查石油器官等等燃料的安全